Hello 我是Claudia 許東晴 你正在收聽音樂背後 Behind Music Podcast 多謝大家又進入這個音樂背後的Podcast 首先我很想多謝大家的支持 My Favorite Wine這首歌 和我的中文版 My Favorite Wine 醞釀一種愛這首歌 希望大家都很喜歡 今次做了一個很不同的 就是做了英文加廣東話的版本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首歌 我自己都非常喜歡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 episode 因為有我們第二位嘉賓 在我的 Music Podcast 大家看到我背後都不像我家 今天就在這個特別的客人的家 在他的Home Studio裡面訪問他 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 Super talented 極度勤力 Dedicated 負責任 和Ashley也是一個挺搞笑的朋友 我們有 Tony Renaud 大家好 我是一個 Pop Music的監製作曲和編曲人 其實都是十項全能 而最近很開心 我跟你一起寫了一首歌 給Chantelle 叫做Dreamscape 那他不單止 一直以來我認識的Tony 都是一個編曲人 但不單止他不是編曲 他是監製了 恭喜鄭秀文那首新歌 謝謝 謝謝 我想出這個Podcast的時候 這首歌應該就出了差不多兩個星期 稍後也會有機會可以問一下Tony 去說一下關於他現在的一些很瘋狂的項目 例如替Sammy做事 或者和Chantelle的一些項目 但我們現在就去了解一下 究竟Tony入行 或者是如何開始音樂的旅程 先去看看 好 開心可以和你談到 關於你如何入行這個題目 其實有很多聽音樂背後的朋友 都經常問我同一個問題 有很多人想知道怎樣入行 但我們說到入行之前 其實我也想去了解一下 究竟Tony成長如何接觸到音樂 接觸音樂其實是我媽媽 我小時候媽媽叫我們去琴行學琴 其實我大概五六歲才開始學鋼琴 我想傳統香港人學音樂 都是古典音樂 之後就考級 一路考三級 五級 七級 八級 之後演習級 香港學音樂是很重視到考試文化 我也是在這個環境成長 我小時候其實主要是學鋼琴和小提琴 小提琴有一個環境可以加入一些 orchestra 就是管弦樂團 夾band 在這個氛圍之下我覺得其實是我的養分 小時候不是很刻意去專門學的 慢慢變成了我現在創作的一些靈感或者養分 大學其實我也是主修音樂的 你真的不知道 其實在香港教育學院 當時叫學院 其實現在叫做香港教育大學 當時我也是主修音樂 在大學的時候 開始就認識了一些選友 就是有個朋友 他原來玩流行音樂很厲害 我就跟他一起夾band 然後一起唱歌 這個朋友叫Andy 很帥 他很帥 那個項目是很帥 那個項目是很帥 不是那個才華 教了我很多東西 我在這裡感謝他 因為我們古典音樂人 其實是很擅長看譜 但是很不擅長即興 即是即興這個技術 我當時是沒有的 有這個Andy這個朋友 因為他是玩流行音樂比較多的 當然他的經驗不太豐富 他就和我帶著一起玩 慢慢夾band 之後我們組成了公司 是專門做一些功能 譬如一些NUdin 或者分禮 小子音響的設置 去搬的鍵盤 都是我們自己搬的 我們有很多很有趣的經驗 就是在廚房推到鋼琴 推到音響箱 之後經過廚房出回大廳 穿回西裝之後就在這裡演奏 完了又經過垃圾房離開 所以其實那個過程都學了很多東西 由古典音樂的學校 怎樣轉到流行音樂 就是透過很多次的basking 和做婚禮 就是逼著你要 不是一首歌都有抱給你的 那個過程就要自己學會聽 那兩三年是一個少林子的特分 對我來說 跟了Ted Lo著視鋼琴大師 著視之父 Ted Lo著視之父 又很榮幸 他當時在大學教 有這些connection可以接觸他 之後就跟了他一年學的jazz piano 然後我就去了倫敦那裏讀Master Master就是In Pop Music的 那一年是影響我很多 甚至是如果沒有去到倫敦 我是一輩子不同了 我未必會做音樂 我未必會去到做producer 現在這個崗位 原因就是原來香港和外國的音樂氛圍很不同 還有大家在問 就是廢話 當然很不同 因為英國人是英國人 看show的氛圍是很輕鬆很多 會動 香港人是比較保守一些 可能在show其實他的內心很澎湃 但是他未必會表達出來 外國就有這件事 其實很打動我 而我之前一直都不知道音樂的功能是什麼 純粹從小到大都是學學學的 表演表演考試考試 原來音樂是用來享受的 就是我去到才真的體會到 我記得我看譬如Coplay Live Bruno Mas John Mayer 在那裏就吸收了很多經驗 就是純粹做觀眾你都知道 原來這樣的音樂有這麼大的impact 之後就很inspire到我想做自己喜歡的音樂 當時留在英國四年 第一年就focus讀書 不斷練琴那些 畢業之後就沒什麼練琴 基本上就是在英國那裏做freelance 就是又會彈一下結婚 又教琴 那段時間很多free time 就開始在想自己的定位 因為那個年紀都開始大 之後就在想 怎樣算 每個彈琴都很厲害 你又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不是你懂得彈琴就OK 或者我又不滿足於只是彈琴很厲害 所以就花了很多時間去找自己 在英國的時候 就開始用Logic Pro 即是一個軟件去做音樂 不斷上YouTube自己學 然後找一些同學 我在身邊 或者上IG 看到一些很厲害的製作者 就問一下他幾句 或者甚至做了朋友 有些人會理我 有些人會不理我 但是中間就是翻了兩三年 是自己自學拍很多cover 就是拉小禮琴 自己彈琴 之後做完所有事情 科技這麼發達 其實所有答案都在YouTube 或者是網絡在Google 就是原來這個是超能力 基本上每個人都做到 只要你對那件事很有興趣 你願意花時間心機 你一定會研究得很好 但是我覺得整個Journey 也有很多反對聲音 或者有些人說 你現在才來學整歌太遲了 你這麼大 人家那些十幾歲已經很厲害 還有什麼 我沒有聽到 因為我很有興趣 對於整歌那時候 你那時候 剛剛開始踏Logic Pro的技術 已經27了 已經很低了 不是 你用了這麼短的時間 去到你今天這個地步 真的超級短 你想想我 我是十五歲的時候 就成功了 但我現在就 不是的 真是Talented 還有極度的Hardworking Dedicated 就是很 多謝 你真的有那個信心 我覺得是有興趣去推動我 我也想問 你為什麼會回來香港 讀了一年書之後 就留三年 就四年 完了之後 其實我可以用一些方法 再Renew 或者運工 去令自己留下 但其實我那四年都已經有個答案 就是我不是太享受英國的天氣 交通 這個可以開一集來講得多 你都在英國長大 你應該都會 直接邀請你 要appear第二次 別說笑 其實我沒有什麼好音樂的經驗 因為始終我在英國的定位 我絕對是一個工程 所以其實我要接觸的東西就是 錄音 studio work production 所以那個感覺給我 不是出去彈劇 那些 所以可能你的經歷和我的經歷有不同 我是第一次感受到原來天氣 很影響過人的心情 倫敦其實有時候 去到冬天 它是三點 太陽就下山 睡覺 一起床 其實也是兩三點 即是我沒有見過太陽 可能就算早起床 我十點起床 它也是很天陰陰的 Gloomy Sunday 一天都是這樣 去到有depression 那樣的徵狀 我覺得 即是很灰 整個人都很不想做事 我承受不了 這麼多年來 都要 這麼一個環境的生活 即是沒有太陽 那你回到香港 因為我認識你的時候 我其實覺得Tony 是一個做EDM的人 但剛才你一直說 就是classical 然後去到 玩了少許Jazz 或者是 可能電話Logic Pro 你做少許Remix Pop 那怎樣轉移去到 愛想EDM之餘 而是有什麼人 因為見到你這些作品 而discover了你 而令到你現在 可以說是學外人 我覺得我自己的風格 是偏向電一點 但不需要 全部都是dance music 我會喜歡用多些synth 或者一些sound design的東西 我不太喜歡用傳統樂器 即琴、鼓、string、bass 這些都會用的編曲工具 我未必每首歌都會經常 他們是call 我喜歡用其他的聲音 都是去到英國 剛才說看show Log Club 或者 真的很有影響 原來在香港 我可能不太熟悉 香港的Log Club 香港應該都是蘭桂方 大家好像去到那裡 不一定是聽音樂 可能是喝酒 或者認識朋友 比較多 但在外國Log Club 是真的享受那個vibe 真是跳舞 那些人真的會留意那個dj 是誰 或者有什麼artist 今晚的headline是什麼 而去玩的 那些音樂是打到你的心 震到你 這些音樂 很厲害 第一次被音樂打動到 老套的說 那樣東西是很physical 你用電腦現在越來越方便 很多東西你不用再找別人 以前可能你要錄結他 你要找個結他手 你錄低音結他要找bassist 但我是彈琴的人 其實很方便 就是可以裝了這麼多樂器 只要電腦有那種聲音 我就可以裝那些樂器 那我就自己做了 EDM這個風格 很多時候你不用專門找 那樣樂器很聰明的人去幫你彈 你自己可以彈 那我幾天享受自己 可以決定所有的東西 除非可能我這首歌 很需要一個很厲害 很屈肌的結他手 那我就要feature某某人 還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人 我差點忘記留了 其實就是Affici 那香港人不知道 我會否認識Affici 非常厲害的製作者 DJ 他已經不是這個世界上 我當時在倫敦的街頭 就會聽到Affici Chain Smokers 很多這些Hop-hop 但又有些EDM元素的藝術 就stretch了 這首歌這麼好聽 就stretch誰唱 因為傳統的人都會想 一定是stretch歌手的名字 但是Affici這件事 改變了我對音樂製作的想法 原來他的首歌是 譬如Wake Me Up 但他的歌名會寫Affici Wake Me Up 我就在搜尋 但明明是女生唱 即不是Wake Me Up 可能有些歌是女生唱 但又是Affici Affici是男生 這件事是什麼 原來有這種玩法 就是producer artist 他整理所有東西 寫歌、片曲、監製 他自己都做了 但是找一個歌手 歌手自己在服務樂器的崗位 而他未必是一個很大的明星 我覺得這件事 為了音樂而出發 我很喜歡 對我來說 其實這個做法很衝擊 而且香港是很不流行 這個做法 都很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 就是Tony Why Not 接著有首歌 但不是Tony唱 大家投票 什麼投票 投票 登丸每一人 這個技巧 你有了 那你就自己去研究 去看YouTube 去做這個做那個 就是有沒有一個人 在香港 去找你 我不知道 有 其實我很幸運 離開英國的心情 我很不喜歡這個地方 我想回香港 但是我回香港的時候 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拿這個曲風 回來香港 未必有很多人想聽 之後想了很久 但是都回來了 因為實在受不了 天氣和交通 OK 回來了之後 剛好就快有COVID 有一個計劃 在香港有一個計劃 叫埋班作樂 我也有去面試 那樣的人 也很感激 有這個計劃 多謝姚輝老師和Vicky 所有有幫過我的台詞幕後 領獎 是的 其實改變了我整個人生 因為我一回來 基本上就是無縫 開始就認識那些人 我的導師是馮學銘 現在他是我的師父 他是一個 畢生都要感激的大人物 入了他的組之後 就開始做這個project 這個project其實很快地介紹 就是會有一個編曲人 有一個作曲人 還有一個填詞人 這三個都是一個學員的形式 去跟一個大師去做一首歌 我當時就配合了 Alex鋒是我的導師 之後那個藝人是陳建安 仔 一起做了一首歌 所謂行內的做法 在工業上 怎樣做會正確一點 很多很多的東西 我當時都是不懂的 這個program 是教了很多東西 而且很快就知道 行內有某些東西是會這樣做的 完成了這個project 又很幸運地 Alex又保持著 給一些東西 他覺得適合我做的 那就慢慢一首歌一首歌 這樣做到現在 你說你很幸運 但其實你也要有一個心 去看待這些機會 亦都去取出 initiative 去真的apply for it 以及將你的作品展露出來給人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勇氣 所以其實這件事 我也覺得值得去祝福 謝謝 因為你不動向前 其實是很難 經常都會問 我怎樣入行 我怎樣遇見的那個白鑼 有些東西其實你真的要 take initiative 你要 actively去 move forward 就算你可能 move forward 第一次你 fail 但at least是一個 active的 failure 你不是一個 do nothing的 failure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極好的例子 你這個項目很好啊 我也想 highlight 我有兩個項目可以 support 這個說法 就是當時 因為我一回來 其實埋班他有一個最低要求 就是你至少出過一首歌 我剛好在倫敦 是真的自己出過一首歌 很幸運有這個 大家覺得我的風格 跟其他人有點不同 又differentiate我出來 但我想說一個項目就是 報了命之後 我想在這裡多謝一個人 就是蘇道哲 蘇道哲其實是我大學同級的同學 他也是現在非常之厲害的 音樂總監、監製、音樂人 阿道其實是在埋班 他好像開幕禮 他有負責說話 做一些intro 他有鼓勵我去玩這個program 其實我有想過不玩 因為每個人都出過歌 全部都是我聽過的名字 或者他已經跟一些大的歌手合作 我會覺得不可能入到 每個人都這麼厲害 但我都apply了試一下 今天不是很大的成就 但如果當日我沒有試過的話 我現在一定不會做到這麼多的作品 去到Tony的一些projects 但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你會做的事情 但不是很多人知道的事情 就是你會出秀 但你不是彈琴 你又對著一部電腦 其實這個崗位叫做programmer 我自己認為 很多人是不太知道programmer 在做什麼 但在一個show裡面 他有一個極度重要的崗位 show裡面他只是按一顆按鈕 但他最忙的時候 就是在重演的時候 其實你說得很對 就是我on show的時候 就是按一顆按鈕 那顆按鈕是什麼 就是play 通常在演唱會 大家可以開始留意一下 看到台上有什麼樂器 例如你看到鋼琴 結他 鼓 歌手 這些聲音 會知道是什麼聲音 但有一些聲音 是明明台上的樂器 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些聲音怎樣來的 其實就是在電腦播出來 所以要一個人播這些聲音 那個職位就叫做programmer 我們最忙的時候 其實是在彩排之前 除了音樂總監和導演之外 最熟整個show的流程的一個崗位 因為programmer 他要知道第一首歌是什麼 第三十首歌是什麼 每一首歌都排好次序 之後就在show的時候播出來 但是中間有很多東西處理的 譬如可能一些大小聲 就是二十個不同的樂器 在一首歌裡面 那我的崗位就要負責 將每條track的balance 做回合 他可能想layer 去幫助整件事的畫面 和聲音再震撼一點 就是我和他一起去決定 究竟有什麼地方是要的 有什麼地方是不要的 在彩排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要幫助他推大一點 有些東西沒有了 令他可以發揮 就是programming最明顯 會有的聲音就是strings 因為你不是成的 都可以請到成的 Orchestra在每一個show那裡拉 還有成本極貴 但是如果你去看show 你看到整個stage沒有String 但你聽到String 其實那就是program 還有一個功能非常重要 就是要做click 其實我們是一個拍子機 什麼意思呢 就是整隊樂隊何時開始 在哪裏決定 音樂中間不可能像古典音樂 有指揮 那就開始了 一定是有人 他們都戴耳機 就會聽著我電腦播出來的 我通常會做1 2 3 4 大家就會一起演奏 那你最近做了哪幾個show的programmer 是 今年是24年 我年初跟陳磊做了紅館4場show 都是做programmer 剛剛跟Yvanna和黃遠之 去了內地做了7個show 去了6個城市 年初1月也跟周柏豪去了清遠做了一站 是的 那都是 接下來7月 我忘記了多少 7月5號 去到14號 好像有8場 但是這次跟Yvanna這個 是不是宣傳的時候 有時候我的工作 除了做programmer之外 我都是做DJ 或者做一些live 會留一些制 synthesizer 去做一些effect 這次在Yvanna這個show 愈無意外 我都會有一些演出 就不只是播program 好啊 如果我會去看 或者在計劃去看的朋友 記住除了她欣賞Yvanna的 美麗的聲音和音樂之外 看來Tony 那個鼓勵人 是的 去到製作品 製作品 因為你是被Alex Fung發掘出來 而最近有一個project 是我跟你一起寫 亦都他跟Alex一起監 其實大部份的決定都是你做 真的恭喜 也有的 也有的 一起玩 朱林填詞的 這個是Chantelle的Dreamscape 你有沒有什麼分享 可以說一下這個project 我想最初期 我們一起經歷了最初期 寫歌的這個process 就是我開始了一個idea之後 我大概 因為 一個監製 其實你的role 就是要決定 這首歌 是給這首歌 做什麼five的事情 我跟Chantelle 因為Chantelle 是我鋼琴的學生 所以我又跟她聊了很多 就知道她這首歌 大概是什麼方向 寫電話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是 我的動物來的 我很喜歡Claudia的才華 所以我第一時間想到Chantelle 我覺得她很適合去寫這首歌 我就寫了一個框架 我也不記得我寫了哪一個 你有兩個beat 是 是 對 一開始Tony就說她有兩個idea 想試 後來是拿了 第二個 第二個 對 因為第一個比較慢 當時我覺得很認真 我們兩個beat 是很完整的聲音 對 作為一個編曲的人 我覺得 編曲其實很好 反映到一首歌的性格 所以如果我這樣彈 三個 chord 四個 chord 其實大家想像不到 整件事出來會有什麼效果 通常展示的編曲 都已經 很完整 而且那個方向很鮮明 大家在上級 就知道整件事出來 一定是這樣的 對 很感謝Claudia 非常厲害 因為我們當時 大家都很忙 我記得 沒有見過 沒有見過面 我們就在Whatsapp 寫過demo 她就扔回來 然後去voice message 撐一下 對 是挺搞笑的 現在科技是非常厲害 對 有很多時候人們以為寫歌 一定是大家 混在一間房 對 14個鐘後寫 也不行 真的發生了很多次 我們 但是 也可以是這樣的 用音樂溝通 我會形容是 所以其實 最後我 Triplet Dance 其實那是 Demo的名字 是 Demo的名字 對 最後我叫Dreamscape 這首其實就是 我的想法和你的想法 混合起來 對 她想到的事 我一定想不到 所以 怎麼會 你想到的事 我一定想不到 你那些外國音 我經常會寫自己 但是你 她的Vocal很漂亮 還有一個好處 找Claudia寫歌 就是她會唱 因為我不是一個女聲 首先 第二件事 我不是唱歌很厲害的人 就算 一般的旋律 她唱出來 都好像很合理 所以 基本上 Pitching有用 還有她填了一些 假的韓文詞 有很合適的首歌 所以 我覺得整件事 就是 我們開始了這個 開始 下去就填詞 就是跟朱林填詞 整個過程 其實你跟那些填詞人 聊完之後 你又要跟藝人聊 就是跟Chantelle聊 跟公司聊 看看大家的 Vision是不是一致 就是試一下試一下 試一下 背後 正如 寫歌的階段都是這樣 填詞階段都是這樣 她的錄音 就很開心 錄完之後 我們都會剪 剪完一句剪 大家又聽 會給回答 其實都順利 到最後 這部分就是 講關於你自己的音樂 其實我也很期待 因為你也說了 一會兒 說你會做自己的歌 但我到後也未聽到 有什麼計劃 會接下來 我相信 是我決定了 好 決定了 今年我會推出一些 原本音樂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自己出發的 一些音樂 所以入了一行 製作的音樂 其實也有很多 我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 input 但是 那個首要 就是要 serve到那個藝人 serve到整件事 發揮 或者show到他們 厲害的東西 所以我也想有自己的音樂 show到我自己的 idea 多一些 未必是 完全一個商業的考慮 究竟賺到多少錢 有多少view 這些 當然我也喜歡 我的音樂 是有人欣賞的 我覺得 是時候 可以 給大家了解一下 我喜歡的音樂 是怎樣 要聽 因為到時候我一定會分享 Tony的東西 對 所以 記得 stay tune to他的 很unique 很set apart的音樂 我會覺得 我很想聽 等一下播給你聽 你弄了嗎 其實有些demo在 自己私人可以聽的 你們沒有睡 是 好了 我們來到我們的Q&A 很感謝大家的問題 我都收到幾個 very good questions 我今天就選了兩個 去幫你們問Tony 就是從老朋友問 Tony why not 為什麼要大街 是有什麼意思 其實這是一個純粹很單純的 想一個logo 開始有這個想法 就是因為之前我有一個朋友叫xt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他的音樂 他有一次有機會找我做remix 他的首歌叫Cloud9 當時他找了很多很talented的dj producer 其實每個人都已經有一個logo 但因為我是沒有logo 就是在宣傳或者放上網的時候 他要有一件東西 放了poster之類 我沒有我就開始想 其實本身Tony why not 我喜歡這個概念 就是Tony 我本身有名叫Tony 就是要翻轉串 又是why not 好像很有意思 其實TYT 就是一個正確的 對稱 所以如果T和Y和T都是大街 你可以接起來 好像是一個想法 我為了XT那次的remix 我自己做了這樣的logo 就是TYT 但是我喜歡TYT 是大家看到一個設計 就是打我的名字出來的時候 真的很膚淺 但是L朋友他就想問你 除了聽多些歌 擱著不同曲風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令自己的pocket再深一點 擱著自己很容易 塞在同一個風格裏面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好 因為其實大家有做過創作 就會遇到這個問題 我相信 因為人又是習慣的 習慣了用這個鼓 習慣了用這個琴 習慣了用這些core progression 做了三至五手十手 你就會發覺 原來你用來用多這些聲音 你就很想尋求突破 一個方法就是 剛才這個朋友說了 我聽多些歌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或者學習一些新的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是模仿 我不熟悉這個language 或者我假設 我平時是做開trap的 或者hip hop的 但是我突然想學 我很想學turkish music 假設我其實不知道怎樣 或者一些中東的音樂 完全沒有關係 我怎樣入手 我覺得第一個方法 如果我會做 或者要學識別人的language 我就是模仿他 就假裝他 譬如我在YouTube 找一些turkish music 之後就會抄襲他 他什麼拍子 分析他 用什麼樂器 用什麼key 之後就完全一模一樣 盡量做到100% 其實不可能做100% 我可以做到60%至70% 已經學到東西了 如果我做廣東音樂 即香港音樂 Canto Pop 未必會用到 Turkish music 這些language 但是其實我覺得是會用到的 只不過你會用那些skill set 怎樣用一個idea 轉化到去令到那個東西 apply到 Imitation skills 這件事 我都覺得是做音樂 或者其實不要說做音樂 其實是做任何唐頁 我想creatively 你會以為自己在抄 但是其實你在抄途中 首先你抄是為了去引擎 和去學 和去訓練這個skill 但是你抄了一次之後 其實某些skill 會留在你裏面 而那件事就屬於你的 然後做出來之後的事情 就是a combination of all the invitation skills that you have gathered 是一個combo 而這個combo就是屬於你的 其實在最後就是你的creativity 所以我也覺得是 聽到一些歌 和去廣東音樂 因為其實這些 invitation 這些skill 其實像編曲一樣 你去找一堆東音樂 你腦裡也要有一堆東音樂 一堆的聲音 你以為你懂得做那隻sandar 其實你不懂 你沒有實際做到 跟他一樣 你是分辨到很厲害的 其實已經分辨到 原來他用這些樂器多一些 或者他的frequency 用high-end多一些 low-end多一些 但是你實際做出來 就很厲害了 你就可以 apply在你自己的作品上 不過有一個disclaim 我們現在不是去 鼓勵抄歌 不是鼓勵你們去抄歌 我們是鼓勵你去抄 去learn一個skill 你抄完就不用推出那個作品 是的 但是很好訓練 因為你迫著耳朵 我覺得音樂最重要的就是耳朵要厲害 首先 未必你彈得多厲害 而是耳朵能聽到 我建議 一些同學 如果有朋友 有心去學製作的話 不要太貪心 你要做三分二十秒的歌 你先做三十秒 可能三十秒已經花你兩個星期了 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抄了頭三十秒 我剛剛開始做音樂的時候 有四秒的東西 我很想抄 很想做到那個氛圍的東西 一個效果 我花了二十幾三十個小時 去做四秒的東西 嘩 做Animation 逐秒 逐個微秒 所以Animation 是超屈的 Part 5 跟上次和Daniel的Podcast一樣 今次我都會有六條問題 很快地 Lightning round Rapid fire questions 有點害怕 問你 過去十年 你最喜歡的音樂 一首歌 嘩 一首歌 一定要選一首 你是音樂人 你一定知道 很難選一首歌 對 所以為什麼Lightning 嘩 這個要用十年來找 現在不Lightning 不Lightning 快 好 我們找到了 我們找到了 是不是要播一個 兩千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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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ici的《Gonna Love You》 我在倫敦的時候 第一次被這首歌感動到 我想之前在街上 或者在 Radio 或者在 Spotify 我聽到Afici的作品 但是不知為什麼 這首歌特別Hit到我 因為這首歌 我就發掘了Afici是什麼人 然後再深入 就是下去音樂製作 這首歌影響了我一輩子 基本上 千萬不要少看你聽的音樂 聽到Claudia的音樂 喂 用一個字去描述 你全職音樂人的生活 我只想到累了 我只想到你應該跟我說這個 很需要體力的 其實做音樂 首先你要捱到不睡覺 我想說我沒有捱過東西 成功人士 我應該不夠用力 因為我不是捱到 而是捱到的 調轉 我是寧願 五點鐘起床 完結的項目 監製起床前 交給他 也是一個方法 一回答就麻煩了 可能你做一個表演 然後要交一些 結束 我覺得這是最壞的 就是做表演做製作 對 很辛苦 一定要捱到 編曲 做 concert programmer 還是寫歌 選擇一個 那一定是寫歌 哦 不過我想說 一件事就是寫歌 其實我包括編曲 我覺得大眾 對編曲這個歌 是不認識的 令到大家 以為它是一個很 很輕鬆 或者是一些 拼拼臭臭 就搞定的一個工作 Modern Music 很多時候 編曲是代表了 那首歌的靈魂 那首歌的vibe 那首歌的情緒 那首歌是說故事 它不是襯托那麼簡單 它簡直是一個主題 你認為入了行之後 你學會最重要的value 哇 這個很深層次 因為你膚淺 所以你回答我 是啊 我膚淺 我自己value 個人來講 我最value的quality 就是人品 我想每個行業都有的 但是這一行 很多東西是在外界 就是我們會接觸很多藝人 很多所謂大明星 那樣東西 就是大家會看到 一些很風光 很漂亮 很可愛 很威風的東西 但是我們緊密合作的時候 你會真的知道 整個環境是怎樣 我覺得 所有東西 即使有多厲害 有多漂亮 有多有才華 都好 人品 或者你對人處事 這件事 一定要先走 如果你個人是很差態度 沒有禮貌 沒有家教 不負責任 你多厲害 或者多有才華 我覺得終會有一天 大家都未必會想跟你玩 最後大家都是 共同去完成一件事 我會很欣賞一些 尊重每一個崗位的夥伴 未必一定是藝人 每一個崗位都是 你不會 因為他做低一點 你就看少他 他大一點 你就拆他的鞋 我覺得 都可以看到 我真的很開心 有身邊的朋友 都是一些很友善 又厲害 又勤力 有共同目標 去前進的一些朋友 我覺得很珍貴 這件事 所以我會尊重人品先 過才華 最不喜歡的 但是我很喜歡聽到一些很cringe 很令到我無管動的作品 未必是音樂的 OK 你的cringe的定義是 衰少說 要戴頭盔 衰少說 我不喜歡聽到一些學習的 或者我覺得 2024年不應該是這樣的聲音 我很欣賞 我自己很厲害 但是我有自己的品味 當然好音樂就是好音樂 其實不用太多解釋 但是我自己 如果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聽那麼多歌的時候 很害怕聽到一些 這聲音不是20年前的聲音 或者這個唱法 或者這個作品 這個填詞 或者個人 沒有轉過任何角度 去做同樣的事情 我就會覺得 除非是一個賣點 就是專門的搞笑 或者是一個賣點 如果不是 如果能力 或者是自己的喜好 而做出來的作品 我自己 我會不享受聽那些音樂 好了 去到最後一個 你的rapifier 一些都不rapifier 你有沒有一個 就是 有 人生 你有沒有一個人生 一個quote 是 你經常都會記住 就是 當你遇到一些困境的時候 這個quote 是會get you through like what's that quote 其實有 馬上想不到就是 你的生命是你的 嗯 其實有一個歌詞 我現在想不起來 是普通話的歌詞 好的 但是 因為我聽過很多身邊朋友 或者這麼多年來 很多人會猶豫 會覺得 是不是太遲 太遲 你已經這麼老了 很多理由去令自己 所謂夢想 那個人生是你 你會不會因為 你比較了別人 然後覺得自己遲 然後不做 你知道做什麼 就是很大的困難 我又不夠 或者做不切 或者什麼 很多困難 最後你也要捱過去 或者你找別的方法 轉方向 就是be water 就是真的 就是在這行很多突發的事件 你一定要馬上轉去應付那件事 令到你送到 那個生命是我的 那我做的任何事情 都要對自己負責任 那我就會做下去 或者我想其他方法 令到我休息完之後 可能做到更好 未必是即時解決的 但是 take time 好 再次多謝Tony 是做我這個音樂背後的第二個嘉賓 謝謝 因為其實Tony也是我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其實剛才一開始都有說 有一個這樣的平台去分享你自己的事 也想問你 可能在聽的很多朋友 都有興趣想入行去做事 你有什麼提示可以給他們 很重要的就是不要限制自己 當然要看看你什麼性格 我覺得我偏是怕了 然後不敢去試 就試一下踏出第一步 先試一下 因為你永遠真的不會知道 下一步是怎樣 正如我剛才入行第一次 申請了班族樂樂程 我覺得一定不會進行 之後結果進行 然後慢慢一首一首歌 逐步走到今天 所以我覺得一定不要限制自己 別人說你不行 你就不要去做 你需要知道的資訊 都是你失敗的時候你學到 你不失敗的時候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很舒服過了一天 但你失敗被人罵 被人說你這麼差 你不就反省 如果那件事你真的這麼喜歡 他罵完你 你便可以 原來我這件事做得很差 真的要面對他 其實很老套 但大家看到我們做了這麼多作品 其實大家都捱了很多苦 然後才能做到一些好的作品出來 而不是我們天生就這樣 就懂得做音樂 我的聽眾應該都很想去 繼續追蹤你的工作 那我們可以怎樣去 有什麼渠道可以繼續去跟蹤你 好啊 基本上我就很活動在IG 雖然都 很活動 是不是每天都有 都不是的其實都是主要做音樂 但如果大家想看我的作品 或者知道我接下來有什麼動向 其實可以追蹤我IG 是Tony Not Music 好多謝Tony 今天就可以抽空 去vulnerably分享這麼多 他自己的一些經歷 還有他可能之前 過夜 還有怎樣可以做到 他今天這個地步 非常之talented dedicated Responsible的音樂人 繼續去支持我的Podcast 希望你們會 stay tune for我下一個episode 下一個episode 我會講關於 5個tips 去怎樣去成為 一個成功的音樂人 如果你喜歡這個episode 就分享給朋友 你不要煩 你不斷動 你不斷動 like、share、subscribe 如果我喜歡的話 去分享給你的朋友 可以幫到你的朋友 也幫到你自己 記住繼續keep the questions coming 記住DM Co-Productions 我會收到你的問題 就會陸續在其他的Podcast 有機會一定會解答到你們 stay real,stay authentic stay authentic 因為 people actually like people who are real than being overly perfect right? yeah 雖然他都很perfect oh no 蛤? 怎樣了 你說人不喜歡我 人喜歡real 那我們在下一個月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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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